55,整个绿的加中间偏绿的45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让蓝每一个人都喜欢他 他应该可以当选 所以2008的时候我们认为马一定可以 但是马呢有一点这个让大家今天不敢那么样子的有信心 就是因为他希望做一个全民的总统 这是不可能的 他是有雄心壮志 认为我做一个泛兰的总统 不如做一个全民的总统来得好 所以很多事情他就比较能够替绿的方面想 但是绿的不感谢他 蓝的是他的 那么不仅如此 他有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 同一状事情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大家发现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多次道歉 那么他真正的是想做一个全民的总统 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心太好 反而为好所害 心太好被好所害 这是钱富贡 那钱富他是在 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 我把它这个放大 他说以目前的情势来看 他非常忧心马总统的选情 原因是马总统太想做全民总统 那马总统 钱富说马总统温良恭敬让样样俱到 却做到类似被人怨死 面对主持人提问 马总统应该会赢 但还会选得很辛苦 钱富坦言不能够完全接受 他说有些比较中立的媒体所做的民调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行政院前院长苏正昌 都可以赢过马云九 而且都赢了4%到6 这已经不太会有错误了 此外从2008之后 很多次的补选 国民党赢少输多 主要原因是蓝 蓝赢始终的人没有出来投票 所以投票率降低 这是他最忧虑的 他举例他说 其实像北部 范蓝占55% 范绿占45% 他说如果马云九能够有一个举动 让所有蓝的都觉得对了 你终于像我们所想的就会赢了 然后他说面对紧张的选情 选举的情势 马总统表现的却很沉着 不心惊肉跳 也让前夫有些意外 前夫说自己讲说 他一路走备孕 所以永远记得 卫绿胜没有想到赢 要先想到输 他认为马总统的沉着 以其成长过程一路顺遂有关 他不大了解有时候可能不这么顺 前夫感叹 今天在民主国家 做领导者不容易 像日本的奸职人 美国的欧巴马 菲律变的阿Kino 都不很舒服 好 徐老师这什么意思 当然是 如果不说马云九做到这样 比较高兴 我看蔡主席的支持度后 民进党的支持度也不会那么高 所以民进党的基督 我发一段 他最重要的要感谢马云九 这是我们要感谢的地方 但是如果说 马云九说他要做专门的总统 我们看历次 最近几次的一个民调 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党 自主说他三项三项 所谓的中间选有四项 所以你如果照马云九的逻辑 再照这前夫的逻辑 他应该是差不多最多50% 因为地方有40%左右 所以这些民调 比较多的都50% 30% 交叉分析 你做一步看看 这都是南军投给他的 这中间选择会有人 自治马云九也没有了 民进党也没有了 所以说所谓的全民总统 这根本是胡搞瞎扯 第二点 凤凰卫视大家不记得 这是要做什么看 做香港和台力看的 所以这就代表说中国 或是说香港在看马云九 说奇怪 黎明说 港湖客人给你开放 会把签下来台湾 弄什么给你买下 你这马云九 照你说你如果这样做 你民调应该很拒纳 为什么民调他会这样拒纳 所以他们要射几个理由 去给他们解释 所以变几个理由 变几个理由变几个是什么 就是向胜利靠楼 他向民进党这中间靠楼 所以这一切都是民进党的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 我觉得这实在是很严重的 第三点 你大家会记得 我还要给我们 会失礼几次 八八会失礼一次 大发官会失礼一次 塑化剂 这五十年 他会失礼一次 他说会失礼真好 江国庆也会失礼一次 这大家要注意 这不是跟我们全民会失礼 他没做不对 这是跟亲吶的会失礼嘛 因为叫前夫的逻辑 这是因为亲吶的 他宣传向民进党靠拢 所以他不知道会失礼啊 所以国民党这一阶 他说 真不好意思 我现在他会失礼 国普一种 所以你还要援援我 是 所以这 可以看来说 我还要求 其实一连串这种 他不管在经济上的表现 他的执政能力 他要过去的这些道歉 全部都是假的吧 陈委员 老实说这有一个逻辑的矛盾 听大家说起来 马总统其实没有当全民总统 当然啦 马总统是固难不顾律 当然 对不对 可是 前路又说 马总统就是他也想做全民总统 他顾虑 很顾虑的 但是绿的呢 又不领情 不感谢 所以他这就是在跟中国交代吧 中国人也说 奇怪 台湾哪有很多中华本校 他也在那里想不到 所以他又要 电视做出来 凤凰卫视 做给中国人看 哦 原来就是向绿靠冷 所以亲中还不够啦 所以还要看更亲中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坦白讲 这个是要演给中国看 嗯 其实我觉得马总统 选情之所以紧张啊 我当然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他不改革 哦 而且他顾有钱人不顾穷人 那等一下我举例子给大家看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